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马田赛马集座 今年是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的晚上 又是10月1日星期四,国庆赛马日的重点提供的时间 现在我拍片的时候,外面傾盘大雨,还要行雷闪电 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就算你现在怎样大雨也好 到了明天跑马之前,只要稍微沙田马场的上空晒两三个小时的日光 有太阳的话,场地都会变回干快 所以我们在度马的时间,都无需太介意马的变化场地的性能 当回普通,正常好似快地的沙田日赛这样度马就OK了 当然,我们都要继续密切留意天气的情况 看看到时是不是真的对于场地会有影响 到时才继续调整都未迟 说回今天这条片的内容,我们会说几个事情 首先,我们要交代希斯对于美丽传承的意见 他终于开刊,真的要说美丽传承的表现 过往说些客气说话 这次有些真的意见出来 另外,明天有两只马是属于保美的大延本 头场1号的飞马辉煌和第6场的电讯飞弹 都是上次冷门跑进来 今次就变成一面倒的大计 究竟值得买呢?还是要避之侧吉呢? 都会和大家分析的 另外,最后当然会提供两场的心水 我会提供美的两场多马一点的场合 给大家参考 开始之前也提提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按我订阅键 再按旁边的小铃铃铛 如果影片图中有广告 也希望大家高台贵手 尽量看光它 多谢 首先,我们交代希斯对于星期天 刚刚在5点杯 跑入第二美丽传承的表现的看法 以及他的将来前景 希斯本身跟記者講笑說,他本身以為美麗傳承會跑第四,因為他實在隔了太久沒有跑,能夠跑到第二,他已經相當滿意 因為今場要顧及潘頓在最後兩百米才能夠將美麗傳承望空衝刺,因為這次美麗傳承排一檔,起步就沒有以往那麼快,只能夠困手在內蘭,到最後兩百米一衝上來就已經跑到第二,加上讓榜已經表現很滿意 而希斯就很確定他會參加這個香港國際賽事,當然是一里那場 還有他認為美麗傳承跑平榜的話,或者跑閒榜賽,表現一定會比這次好 因為實在這次輸給金槍六十,純粹他認為是因為讓了,金槍六十有十七磅那麼多,所以才不夠跑 若然在平榜之下,六死碎手都未可意料的,這樣 而潘頓也加把嘴,他對這個美麗傳承都有建議的 潘頓就被建議希斯認為可以改配備這個美麗傳承 因為他戴著眼罩,可能會影響他的發揮,可不可以脫掉他呢? 希斯也有考慮,脫掉眼罩就讓他看完整個環境這樣跑,可能更好 但是這個他只是在考慮當中而已 另外他提到,就是今天的美麗傳承,就是剛剛星期日的美麗傳承 還是看來是有一點點不集中,身體的狀態還不是最好的時候 或者是還未能放鬆的,就是有一點點緊張的 希斯認為,只要這隻馬經過熱身之後,那個緊張的情緒是慢慢可以放緩 換言之,去到國際賽的時候,應該可以以最佳狀態的形戰 這樣說的 明天就有兩匹馬,都是初出成為冷門,跑了一個PACE 跑了第二之後,今場就成為那些一面倒的大熱門 我們就俗稱這些是寶美馬,真的是寶美來的 上次爆完冷腳,今次是大熱 首先第一場那隻飛馬輝煌,一號仔,絕對是這一種馬 上次是二十幾倍的 當然有落飛,然後最後 跑過第二 上次跑一千,今次曾情跑一千二 又加了一些磅,難度是高了 但是就成為一面倒的大熱 但是這隻,我就明白他為什麼大熱的 因為實在這種說,第一隻數少 以及能夠吸飛的馬,根本就沒有 連這個大崇威也熱了 那隻這個粉絲狂歡,純粹阿塞有些效應 其實就是看他的詩集,或者神粗 未是很足夠 可能有前景,但是今場真是未足 變了已經去到那些什麼銀時 清新動力那些 沒有一隻馬是可以令你覺得有前景的 所以飛馬輝煌,就算初跑千二也很熱 還有,如果以我的看法,覺得這隻馬 一來對手弱 二來就是說,這些四歲的 就是奧紐的快馬,短途PPG 其實可能在頭五將裡面 就已經是他的黃金期 所以這些馬就沒得保留的 出得好就要出的了,跑得就要跑的了 因為收得一次的話 過幾次你收一下收一下,那隻馬就沒有了 所以我也認為這隻馬這次是有鬥志的 這個飛馬輝煌 結合了這對手這麼弱 雖然你說二十元V就不太值得搏的了 但是拖腳,或者你不能捨棄這隻馬 搏這隻馬三腳不入那些,我覺得沒得搏的 最少都要拖著的 另外一匹就是那場 第六場第五班的兩號電訊飛彈 上次就十幾倍跑到第二的 其實上次也算是有飛的了 因為這隻馬一直都沒接近過的 之前在第四班 一直輸得很遠 沒有什麼叫助力的 但是因為有一個潘頓 那十幾倍其實可能已經表示 有些人是賭了錢的 跑到第二就算是不錯 那搏這個有型有款 應該都更加大豐收的 這隻我們反而有點戒心 因為這次,雖然他表面上 大家看好像粗都很足夠 慢慢的聲音,似乎想保重拿個Win 但是要提防這隻馬 上次是初出狀態未十足之下 打了一場硬仗 而今場還要去辣粗 在陣上的體力,未必能保持得到 而且這些始終是第五班的馬匹 你也要提防他有第二次併發症 或者表現有反覆 那可能長遠這隻電訊飛彈 贏回上第四班 甚至在第四班有表現 都沒問題 但是你跑了一場一場 上次你用了力 那你隔兩三個星期馬上再來 未必能保持得到水準 更何況,如果這場要贏馬 其實他要再進一步 因為有型有款都繼續在這裏 所以來講,這個電訊飛彈 如果相比剛才那隻飛馬輝煌來講 我認為,頭場的飛馬輝煌 就比這場的電訊飛彈穩健一點 來回這次賽事的提供 我會選擇尾的兩場 第九、第十場給大家參考 這兩場都是全日出馬比較多的場合 各位不要經常講我 選一些馬小的場合才選 這樣,尾兩場是最多馬的 同時也會選擇有賠率的重心 介紹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第九場 我會給那隻四號的轉飛龍作為我的首選 隔夜來講 現在我拍片的時候 有兩隻馬是很熱的 兩號的志在四方 以及十一號的美麗多多 美麗多多 第一,他只是四班頭馬 以及這隻馬是有出閘慢的習慣的 基本上他跑這麼多次 有一半機會左右 以上是會出閘慢的 若然你買了一隻四班Winner 接著他很有機會慢閘的 你買到他三倍 其實沒什麼投注價值而已 另外志在四方 其實初出是近了 所以令到他這次會熱了 但是這些馬 其實志在四方講的 之前都用得挺盡的 以及勝出率或者上美率 不是這麼高的馬 就是說他本身並非很準成的馬 這些向下望的馬 成為熱門 其實也是沒什麼價值而已 而上次第四 其實都跑盡 而沒什麼大威脅 就是做腳的材料而已 而轉飛龍其實有這個味道 反而這隻馬是同組裡面 叫做踏入了上升的軌道 以及進入穩定的時間 這隻馬是頑固他以往在外地 在澳洲跑兩次都贏了 但是來香港初期是不行的 是跑得很差的 然後才慢慢開始接近和贏馬 即是說他的表現是慢慢踏入正軌 亦都預料他還有機會上升的 因為如果以他在澳洲贏了兩次的賽職 其實就應該還有進步才對 只不過初期可能未適應水土 或者是蓮馬斯比較油閒一些 就是比較慢一些 榮盡一些 而今季其實他的操練 都是這個馬房的手法 七月尾服貨的 他是勝在 就是比較早開工 但是也是貫徹馬房 慢慢操 有事兩個大閘 其實以這個馬房來說 已經足夠了 當然我不會說這隻轉飛龍 是已經比起過身的馬 狀態是好之類的 但是我相信這隻馬 譬如說長線在這組裡面 應該是前景比較好的一隻 甚至在這場來說 其實都已經可以駁回 因為現在來說 他的賠率 都會是比那些 志在四方或者魅力多多好分 所以他就推介這隻給大家 另外 亦都有一隻冷門 在這一場 亦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隻 看賽職就未必相信的 就是一隻二話不說 二話不說就是九號 這隻二話不說 本身就是跑一千而已 為什麼你會選擇呢?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他跑一千四是很有根據 就是很有理由去跑一千四 因為其實他過往跑一千跑得好 全部都是跑後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 出袖是慢腳的 他不是正宗那些短途快馬來的 好了 贏了幾場上了第三班 開始樽頸了 自然要試一下其他的路程 其實這隻馬 譬如說跑一千千二 可以 那千四未必代表他會差的 只不過就是之前 可能就是在第四班 駁開直路 繼續駁直路 而這隻馬 經過熱身之後 其實上次都不是輸很遠 那狀態是會再好些 那這次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信他 因為沒有千四是職的 而這個馬 防一些馬 開始來了 一定要防 就是反而那滿 更加醒神的 所以二話不說我都會要 那第三第四選 那無奈選回兩隻比較熱一點的馬 那美麗多多 11號 以及2號的自在 四方都會選 那所以這場呢 就會提供4號 9號 11號 以及2號 給大家參考 另外 另外 尾場的賽事 有一隻馬 我就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那 看看臨場的賠率是如何 就是如果再繼續有隔晚 十幾倍這麼好分 就必賣的 那是說的是三號馬的障元 那其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障元會這麼好分 這隻馬 所有的賽職 或者各方面 在這組裡面 就是基本上都數一數二 因為上季呢 贏完馬之後 他跑那兩場 就是第一班 吸制賽 那在說什麼八步川雲 這個友誼志好 不要說家英之星 川河專區那些 不要說那些 這個八步川雲和友誼志好 都是跑星期天剛剛剛剛那場 慶典杯而已 那你將月落回來 跑普通的二班賽事 那怎麼會不夠跑呢 我說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你最少是夠跑先 那只是這件事情 已經不應該十幾倍了 已經不應該十幾倍了 那還有呢 翻查這隻馬呢 雖然季內初出 但是他都是七月底 開始操練 其實他都做足功夫而來的 都是有事大集 那雖然同組有一隻 仗耀呢 又是在這裡 那我相信呢 兩隻馬擺在不同的馬房 這隻仗月呢 應該會分圖 兩隻都會出擊 尤其是這隻仗月這麼好分 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會先選他 另外呢 這場有一隻名氣 大一點的大業門 八號的高大威馬 都已經熱緊了 可能到最後都是他的大業 倒到尾場 大家都沒什麼好買 買回一隻名氣馬 那這隻馬呢 上季來說 可以說我的形容 就是四班的三大惡人 他跟電路三號爆鬍 這三隻在四班千四米表現出色的馬呢 就是跟著一直都打下去有很多WIN的 而這個高大威馬呢 其實都應該是三匹 所謂的三大惡人裡面前景最高的 因為呢 這個爆鬍和電路三號呢 都是第二季第三季出賽 但是這個高大威馬呢 就說了上季第一季出賽而已 那所以今季呢 預期他會繼續有進步 那唯一呢 那小小霞呢 就是覺得他呢 始終加分比較快啦 以及初出呢 就已經要對著第二班的對手 他之前沒對過的 那是有這個文號的而已 那當然論前景呢 他上到100分 或者更高也很有可能啦 但是今場來說呢 有機會欺負到他 那如果兩隻來說呢 就是算賠率也好 什麼都好 一定是漲月先 那但是這個高大威馬也叫做 就是拖住啦 一定要拖這樣啦 那另外就 蒙古王 中心準成 就是上次雖然已經贏了啦 加了分的啦 但是他也一定必追一段的 如果明天下雨呢 就對他可能這麼好 對這些隨雨石的馬匹 那就選擇了啦 那極速王呢 其實這一系馬的馬主 是鬥志如雄的 基本上次次很薄 雖然馬防比較冷門一點 那其實上次和蒙古王穿Q呢 都是兩隻彈開後面的對手 所以就選擇了 那其他馬呢 其實就普普通通而已 那加樂非區就交神 又說動態積極 那大家儘管留意一下 我自己就是一般般的 那所以這場呢 就是2號 3號 7號 和8號 就是我的心水選擇了 那最後呢 我都會綜合我剛才的心水的 那在綜合之前呢 都提提大家啦 那我已經有PATRON的會員頻道了 那另外YOUTUBE的會員頻道 也都開放了啦 那有更多的文字的內容 和WhatsApp的群組的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不想課金都沒有問題 只要好像畫面左上角那樣 在影片下面給一個手指弓去鼓勵我 留言留言去支持我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都會相當之感激大家的 那最後呢 就再提供 那第一場我認為1號的飛馬輝煌 又不可以飛的 要選擇 那第9場呢 我順序提供2號的自在四方 4號轉飛龍 9號二話不雪的 11號的美麗多多啦 那另外尾場呢 我都會選擇 這個是2號蒙古王 3號的將越 7號的極速王 以及8號的高大威曼 給大家參考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 今期的史馬田創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